繼續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709案律師王全璋日前刑滿獲釋 但遭到當局帶回山東老家隔離 並被十餘名保安和公安看守 姐姐去接他出獄失聯 弟弟給他送手機被抓 連給他送鮮花和外賣的快遞也被抓 妻子李文族倍感擔心 王全璋於4月5號從山東淋漪監獲釋 回濟南後 他與妻子李文族通了電話 之後手機被沒收 6號晚上9點多 王全璋打電話給李文族說 社區主任把手機拿走了 之後李文族一直聯繫不上丈夫 有十幾個人吧 因為我給全璋在京東上買了一些東西 他想吃東西 然後呢 今天已經到了 剛剛快遞 跟我說 門口他們就不收嘛 因為他們也不讓快遞進現在是 李文族說 王全璋姐姐4號去接弟弟出獄失聯了 弟弟5號去給王全璋送手機和食物也被抓了 李文族說 李和平律師的妻子給全璋訂了鮮花和外賣 公安把送鮮花和外賣的也一起抓了 大陸人權律師陳建剛說 在中國政治犯釋放也只是換一個地點關押囚禁 王全璋出獄後 曾與同案被捕的律師李和平通電話 他說自己耳膜穿孔 聽力特別差 李文族說 丈夫沒有透露什麼原因導致 是耳膜穿孔 現在他的記憶力也衰退 很多事都忘了 身體狀況大不如前 懷疑他在獄中受到虐待 他還說 如果丈夫14天隔離期滿 當局仍不放人 他會提起控告 新唐人記者陳翰、李韻、周天採訪報導